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北市的幼儿园经抱有狼狮性侵害 因此呢民进党炮轰 台北市政府消极处理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 台北市长蒋万恩重申 对于整起案件感到很痛心 当然对于家长的担忧愤怒 也是感同身受 他说市府的态度是一致的 只要是任何关于儿哨的案件 一定是即刻反应横向联系火速查办 至于外界的各项指控 也应该要本于事实 再次表达对幼儿园发生性侵 这起案件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家长们的担忧和愤怒 我们也感同身受 外界的各项指控 也应该要本于事实 我们上任之后第一次接获通报 是在去年的七月 而在七月开始当月之后的三个月内 我们做了六件事件 包括停止招生 对于行为人还有负责人停职 同时一对一联系家长 协助有任何转播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废止幼儿园的设立许可 以及终身不得再任职 包含负责人跟行为 同时我们依法给予法定最高的法则 那至于外界所指 另外一项通报案是在前年的七月 当时我还没上任 但是我已经请同仁去检视 当时接获通报 连前年七月第一时间处理的过程 检视一遍 如果有需要检讨改建的地方 就提出改进的方案 那在适用法律 如果需要中央修法的部分 也会请同仁提出具体修法建议 我也再次的要求徐处同仁 面对任何儿肖保护事件 好 前年到去年之间 发生的这起台北市私立幼儿园 园长儿子性侵偷拍的案件 其实近来已经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网络名人小商人 制作了曝光狼尸的姓名 跟照片的看板 直接摆在事发幼儿园的前方 他指引了 这个艺人黄紫娇性侵未成年 还有持有未成年偷拍的影片 全台湾都知道了 但是呢 现在狼尸的姓名 不能够讲吗 因此他直接说了 反正自己也不靠流量吃饭 这几天呢 就去弄了看板 欢迎各地的地方政府 来开发他 好 但是呢 包含了这个受害者 跟被害者的姓名 还有幼儿园的名字 到底能不能够公布 能够报导呢 监委16号宣布立案调查 台北市政府是否有善进调查 还有监督之责 当然说 课约儿少法的规定 媒体报道该案 并没有揭露幼儿园名称 还有涉案者的姓名 但是监委在昨天 直接是以公共利益作为理由 公布了这间幼儿园的名字 叫做斯利培诺米达姓义幼儿园 涉案的教保员姓毛 好 并且强调 立法的精神是要避免曝露被害儿少的身份资讯 造成二度伤害 但是为了公益的目的加害人的相关讯息 其实该揭露就应该被揭露 但是呢 针对这个部分真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在儿少法当中规定 不得揭露被害人的学校身份等等资讯 媒体是没有办法多做报导的 因此各界几乎应该要修法 但是呢 卫福部回应 幼儿园不属于学校 不能够报导性侵案 其实是误解 好 当然此话一出 让一大票的媒体人 全部都觉得很傻眼耶 明明揭露类似事件的镜周刊 曾经就的确有遭到裁罚 其他电视台也是被开罚开到怕了 好 要不是现在监察院监察委员 在昨天公布了 到底谁还敢揭露狼尸的姓名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